最后的大师,叶启孙和他的时代。作者,行军记。第九章,特种研究事业。第二节,特种研究事业除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意义外,还有一层为国储财的深意。在这方面,叶启孙所做的贡献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和他同代的科学家或教育家里,或许有人比他名声显赫,或许有人比他学问高深,或许有人比他位高权重。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体验那么多方面的科技人才。他以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眼光,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风鸾之上,默默无闻的甘当人梯。叶启孙与人之功,戴振夺,陈芳云等人的故事。 二十世纪,我国最早研究无线电技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启孙的弟子冯炳权,一个是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清华的孟昭英,被当时的无线电学界称为南逢北梦。 继之而起的是任之功先生。任之功是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生,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后入哈佛大学物理系工无线电专业,1931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之功被山东大学聘去,讲授静待物理、光的电磁理论和初等量子化等课程。 叶启孙当然知道无线电学科对中国的意义。 在他主持的第一阶段招考留学生时,就设立了仪器及真空管制造门专业。 选送旧学的蒋宝曾、吕宝准、洪潮生学成回国后,为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叶启孙当然也知道任之功的价值。 为了给任之功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发挥更大作用,以培养出更多的无线电人才,他力邀任之功加盟清华物理系。 他趁任之功参加学术会议的单,专门约见他,并把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 任之功也曾受过叶启孙先生很大影响。 1925年秋季,任之功曾经听过叶先生的一次演讲。 叶先生当时预言,波动力学将是未来理论物理的主要动力。 这是当时人们闻所未闻的一种假说。 而叶先生在演说时,已清晰地把波动力的特征和存在的理论依据,画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之后,西方科学家薛定谷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时,已是1925年。 任之功感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叶启孙能那么早遇见到事态的发展呢? 也正是叶启孙的这次讲演,启发任之功做出了向无线电学攀登的决定。 如今,他见恩师如此器重自己,便欣然阴语。 谁知此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山东大学得知此事后,亮了红灯。 亮红灯的理由很充分,说任之功先生,讲授近代物理、电磁学等课, 他一走,这些课就得停下来,学生停课对学校是天大的事,拥有这样的理由, 山东大学就礼貌地挡回了清华大学发来的邀请信号。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叶启孙的大弟子王干昌从德国学成归来。 看到王干昌,叶启孙眼睛一亮。 王干昌是回物理系复命的。 想当年被恩师点拨,走到哪儿都怀揣着国家, 围绝科学救国师大,自己再大的事也是小事。 这就是叶师深植于他脑海里的思想。 现在,这种思想再次闪现光芒。 当叶师把情况向他介绍之后,他明白了。 清华物理系人才积极,有武有训,有萨本洞,有周培元, 却独没有人之功,或者说没有人之功这样具备最新理念的无线电穴知识的人才。 空缺和空白,这样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几乎是不能出现的。 就像是一支阵容强大的球队,在封线上却出现缺位的状况。 这情形太不可思议。 叶师的眼光独到,他发现了这一点,马上调兵前将。 而自己正是他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王干昌神色凝重地对老师说,我去,我去山大把志工兄换过来。 叶启孙点头赞许,委屈你了,请多保重。 没有什么思想工作,没有激情澎湃的话语,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切都在平静的目光中完成。 王干昌在叶启孙的安排下,来到了山东大学,替换来了任志工。 任志工到清华物理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与孟昭英先生等人一起,使清华的无线殿教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名雀起。 让任志工永难忘怀的,还有一件事。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平进入战争状态,而任志工与淘宝春女士的婚事正定在七月中旬的某一天。 眼见得喜气临近,但战争的火药味,却一日浓似一日,到了办喜事这一天,竟一演变成完完全全的战争态势。 听着震耳欲聋的炮声,看着城中闭天的浓烟,任志工颓然坐在北院七号叶先生家的院子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叶启孙看着任志工难过失落的样子,心里很着急。 能不能通知女方,退迟几天再办喜事呢? 他问,任志工看了看叶先生,又把头低了下去。 叶启孙猛然醒悟,道路已经封锁,电话已经中断,任志工是无限电穴大家,他当然会首先想到与女方的联络问题。 现在的情势是咫尺天涯,躺新郎不到场,又没有音讯。 那不活活急煞人也。 叶启孙突然想起通往城里还有一条小路,倘若用最快的速度把任志工送到西之门,便会在半个小时内到达婚宴会场。 你就坐我的汽车,开车的小金技术很好。 前两年打仗时,他在庄稼地间的土路上跑过两次。 没问题的,你收拾收拾,让小金送你到西之门,只要进了城,就好办了。 任志工听叶先生一说,顿时来了精神。 在叶先生的安排下,任志工坐着叶先生的私车,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田间小路上一路飞驰,顺利抵达西之门,赶上了自己的喜事。 而这天,正是日军占据北平的日子。 任志工虽然是叶启孙当物理系主任时聘来的,但没多久,叶先生就辞去了主任职务,所以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只是在西南联大叶启孙任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时,任志工作为无线电研究所主任,两人接触的时间才相对多起来。 对于叶启孙,任志工这样评价说,叶启孙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有广泛知识的科学家,又对人文科学有特殊的造诣。 他对国家的理科教育及整体科学的发展,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做出了非常超着的贡献。 任志工怀念叶启孙老师,见一代诗表叶启孙,第36页。 与别的科学家赞赏的话语不同的是,任志工在这段评价后,又追加了一个赞语,说叶启孙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任志工现居美国,是约翰或普金斯大学的终身顾问。 当他获悉叶启孙头顶上的阴霾,中英时代的进步一扫而光时,不禁感慨万千。 为了寻找叶先生当年测定普朗克常数的论文,他不顾年迈体弱。 在叶启孙当年就学的几所大学里,多次调查,试图能寻找到这篇标志他学术地位的著名论文。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叶启孙的这篇论文,并引印回国,以张氏叶师当年的潇洒才俊。 同时也献上自己对叶师的一份崇敬和怀念。 戴震夺是清华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 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在浙江大学读完一年级后才转学来的。 他刚刚入学时,是已被录取生第七名的资格进入这大的,第二年能够成功转入清华。 足见他是个可塑性极强又天资聪慧的人。 戴震夺活泼爱玩。 出到清华,人生地不熟,既没同学又没朋友。 于是他就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来排遣孤寂。 他参加了军乐队,棒球队,还在音乐室管理唱片等。 哪里人多,哪里有他。 哪里热闹,哪里有他。 他是一个坐不下来又闲不住的人。 而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绩平庸,为同班老友所共之。 使戴震夺发生变化的是叶起孙。 戴震夺和叶先生的交往是在清华物理系的课堂上。 因为物理课程大部分是叶先生所上,而戴震夺又如此另类, 他的表现引起了叶起孙的注意。 为了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物理世界,叶起孙主动接近这个孤独的舞者。 据戴震夺讲,在本科几年里,叶起孙是他在清华园里唯一结识的老师朋友。 大三那年暑假,叶起孙找到戴震夺,问他暑假有何安排。 若没有安排,愿意不愿意跟他去西山度假。 对于老师的邀请,戴震夺有些诚慌诚恐。 他知道叶先生是清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与他交往的多是学界翘楚,自己才疏学浅,在学生中又不是出类拔萃。 他为何这样赏识自己? 戴震夺在疑惑和亢奋的交织中上路了。 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次和叶师的暑期接触, 使戴震夺的人生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年之后,戴震夺仍能记得叶师对他诗以影响的细枝末节。 1935年一个假期,叶先生邀我去西山附近的松塘度假, 这是第一次同他接近。 他带了许多书籍,其中有科学史、中国文学史、诗词等读物。 他喜欢同我讲科学家的传记,他尤其崇拜居里夫人, 有时候讲讲中国算学史及诗词等典故。 他常提到物理系毕业生的专长和嗜好, 如冯炳全能跑,赵九张经中医,王竹熙能骑等等。 他很少谈及他自己留美时的生活, 他绝对不批评人之所短。 这一个短短的假期,我会议书多。 戴振夺,忍者名爱,见一代诗表叶起孙,第130页。 在戴振夺的印象里,叶师似乎没批评过他什么。 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你, 偶尔送来一个会议的眼神, 说上一两句关切的话语,便使人终生难忘。 戴振夺曾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 成员全骑自行车。 梅校长带领汤光弹, 叶启孙等学校领导前来劝阻, 但叶先生却一言不发, 领了, 他来到戴振夺面前, 仔仔细细打量他一番后, 扶着他的车把说, 沿途小心。 这句话朴素平白, 但却一直温暖着戴振夺的心。 1936年冬天, 戴振夺又参加了隋远大青山抗战前线服务团, 为劳副作义在一线的抗日部队。 物理系另有王天眷, 陈芳允, 李正武, 共四人参加。 回来后见到叶先生, 叶先生微笑质疑说, 物理系参加劳军的不少, 真想不到啊。 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前方战事和劳军的经过, 还询问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情况, 其关切之情, 异于言表。 这让戴振夺深深感到, 叶先生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 读书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国家, 这样的人他才喜欢。 他觉得, 叶先生内心是赏识自己的, 能得到叶先生的认可, 他认为是莫大的荣幸, 又是一种深切的动力。 与叶先生又一次零距离接触, 是七夕事变之后。 此时, 戴振夺一本科毕业, 在协和医院工作。 战争一爆发, 戴振夺就辞去了工作, 追随着老师的足迹, 来到昆明。 在叶启孙和任志工的安排下, 他成了无线电研究所的一名助教。 叶先生此时是特种事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任志工是无线电研究所的主任, 他们的接纳使戴振夺能在战乱的大背景下偏安逸于重续学业, 这样的福分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能享有的。 对于戴振夺来说, 幸运的事情不仅这一件, 最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受邀和叶先生住在了一起。 刚到昆明时, 他和叶先生住在财神像宿舍, 后来为碧日机轰炸, 研究所集体搬迁到郊外, 他们又来到了大普及。 这一时期, 正是戴振夺学业大进的时期, 揪其原委, 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 就是耳濡目染叶先生的品德言行。 在此期间, 他同我讲了不少近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除清华学者外, 他常提到丁文江, 温文浩, 李四光, 胡适兄弟, 敦富, 明富, 刚富三先生, 竹可真, 李济, 吴县, 王守静, 严济词, 饶玉泰, 梁思成朱先生。 他有一次同我讲守静先生尊温王济彤先生的年谱, 非常动人。 王老先生, 是清代末期, 受传统教育之学者, 后, 赋因修习数理, 在电讯线路分析中, 创造了一种新的代数, 来运算电流。 电压分布的理论, 可以说是中国电讯界的鼻祖。 叶诗, 又提及他用, 一经的论说, 来解释量子力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王守静先生, 在量子力学上, 有极大的贡献。 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首创人。 我在七十年代发现, 王先生是早期计算河流超几核函数, Confluent Hypergeometrical Function的作者, 如此复杂的函数, 当时能计算出来, 这与德国大数学家高斯Gauss计算天体运动的数据, 有一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了解叶先生对王氏父子的推崇。 升学家丁凡林先生, 从桂林千昆明, 叶先生, 叫我去拜见他。 因为丁先生创造了一支半阶音, Chromatic Scale的肖, 不用金属按键, 只用手指操作。 他要一人练习同他合作, 我就做了丁先生的徒弟。 此肖除非有丁先生家属保存, 恐已失传。 只要与科技有关的工作, 叶先生总是热心鼓励的。 戴振夺, 忍者名爱, 见一代师表叶起孙, 第131页。 戴振夺的三级跳, 就是这样完成的。 从本科生到无线电研究人员, 又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者, 后来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密治安大学奠基学教授, 他像一名潜力巨大的运动员, 其精彩的人生令人惊赞不已。 但戴振夺却十分清楚, 是谁给了他人生以决定性的影响。 他是个感恩的人。 1972年, 中美刚刚建交, 作为第一个访华学者代表团秘书长的戴振夺, 与老师任志工夫妇, 同学林家乔几次要求拜叶恩师叶起孙先生, 但每次都不得要领, 他们只得信心而回。 后来他才知道叶先生的近况, 知道他被抛弃了。 1977年, 叶起孙托有人寄给戴振夺一张晚年的照片, 之后, 又让侄子叶明汉带给他一册, 用红笔圈点的诵词, 加上早年留学时, 叶先生送给他的一副象牙块, 这三件礼品, 一直被戴振夺珍藏到现在。 陈芳允是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 1938年毕业时, 叶起孙先生还在天津。 有一天, 任志工先生找到陈芳允, 说是传达叶先生的意思, 有关他的毕业去向问题, 叶先生早就考虑好了, 想介绍, 他到测量部门去工作, 在那里可以发挥他, 情于动脑, 精细如微的特点, 将来可以在该领域做出超凡贡献。 叶先生的话让陈芳允既吃惊, 又倍感温暖。 自战争爆发以来, 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叶先生了, 谁知他还记挂着自己, 虽远隔千里, 仍关心学生的去向。 而且, 叶先生是知人善认的人, 经他说出口的事, 必定是深思熟虑斟酌许久的。 陈芳允想着叶师建议, 自己干测量的话, 不由得一起大学四年, 叶师对自己的诸多教诲。 记得大一那年, 刚上物理实验课时, 第一课就是测量。 在诸多学生中, 陈芳允做得最认真、 最准确, 或许是对这件事印象深刻的缘故, 叶师便把这个学生的特点, 牢记在心。 叶师总能记住学生们的特点和特长, 并不断加以引导。 陈芳允记得那时叶师 长腰学生到他家里去玩, 无疑是, 他要借此了解学生。 而我们, 则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物理学的意义, 发展和作用, 以及做学问之道。 我最记得的, 是他不止一次说过, 一个科学工作者, 不可能样样都会, 要在一个方向上坚持下去, 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 在叶启孙未来昆明之前的这段时日, 陈芳云已经喜欢上无线电方向了, 他想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下去, 于是就跟从任志工先生, 到了无线电研究所。 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 学的还是无线电。 叶启孙尊重学生的选择, 他那时掌管着出国留学的权利, 无线电门就是他设置的, 既然都是国家需要的, 于是他就一路绿灯, 顺风顺水地送学生出了国。 但是, 仿佛是命中注定似的, 叶师当年曾说, 陈芳云适合干测量的话, 竟如影随形般, 更定了陈芳云的人生。 即使他已成为无线电电子学专家, 命运还总是拉着他往测绘方面飘移。 卫星测控部长王胜源, 从北京带回一颗新星的测量任务, 回到测量中心时, 专家一个个靠边站了。 而这颗叫实验一号的卫星, 是测量磁场, X射线和宇宙射线, 实验太阳能电磁, 温度控制等新技术的, 明年年初就要发射, 以便跳完第一级, 为第二级跳做准备, 谈何容易啊? 正需要专家。 他在家里又急又气, 见猫骂猫, 见狗骂狗。 一个人引闪进门来, 向他报告, 部长, 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里, 他对第一颗卫星做过贡献, 你看怎么样? 人在哪里? 他喜滋滋地问, 那人, 刘副主任往一排土房一指, 王胜元在膝盖上一排帽子, 货地站起, 粗门大嗓地笑道, 我看他去。 可是, 中国科学院发配下来的老九们, 接受再教育, 上山打猪草去了, 置业未归。 树下, 两匹毛驴痴痴地叫得山响, 烦得他骂娘。 叫什么叫? 他一声吼, 吓得毛驴垂下头, 风马牛不相及, 打猪草和搞卫星, 能画等号吗? 蠢货! 夜晚, 他从鬼火般的一点灯亮里, 看见一个人正勾搂着写写画画, 竟是眼镜的一角, 叫灯烟熏黑了。 陈方宇! 共和国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 曾留学德国, 可眼下哪像是个科学家, 旧中山服又脏又破, 分明是一个农村的驼背老会计的模样。 天哪! 几个月不见面, 教授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王胜元一阵心酸, 闯进屋去, 摘下陈方允的眼镜。 陈教授, 别熬了。 要干, 也不能搭上老本拼啊。 伙计, 瞧您的眼镜。 他擦一擦眼镜, 笑着又递给陈方允。 陈教授一戴上眼镜, 认出他来了。 啊, 是卫星测控部长。 老陈, 说实话, 您对我们的卫星测控技术怎么看? 高超, 高超。 陈教授却很拘谨, 掏出笔记本, 背诵式的念道。 同国外相比, 日本的第一颗卫星只有9.4公斤, 美国的8.22公斤, 法国都比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小。 得。 这些话匣子的话, 我耳朵都听出简来了。 老哥, 王胜元挥手打断他, 拍拍帽子扣到脑门上, 走, 到春来茶馆, 喝杯凉茶清清热。 教授一动不动, 陈寅良久, 才递过去一份人民日报, 指了指我国卫星, 路过世界各国的预报表, 还聊什么? 你自个儿看吧。 老陈, 你还信不过我吗? 他恳求的定定望着教授, 一边挪挪屁股, 你不说, 我可走了。 陈方允终于红了脸, 缓缓地说起来, 发射卫星前两个月,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 他问得很仔细, 又特别对卫星运行所经各国一些大城市的预报相当重视, 一边听一边加上也门, 做好实验一号和回收型卫星的, 特别是回收型卫星, 要求很高的精确度。 说完, 帝国他刚才写的一份文稿, 王胜元看了文稿, 心里安安佩服, 老陈有两把刷子。 在这种年代, 卫星上的仪器和地面设备都以刻最高只是作为感先进, 超先进的标志, 谁敢说我们的卫星半个不字, 谁敢言, 我们的测控技术还不如外国。 他敢想敢说, 有头脑, 这是真正的人才, 不是奴才。 有他这样的专家在, 不愁二级条, 三级条。 这是彭子强先生所著, 《中国两弹一新揭秘》里, 有关陈芳允的描写。 此时, 陈芳允已经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量控制工作, 自此之后, 他便在那个爱财如命的王胜元部长手下当了兵, 名正言顺地投入了他的宿命, 与测量有关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 陈芳允回忆道, 虽然因为我后来跟任志工先生到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 而没考虑叶先生的建议, 但是想起来仍然认为叶先生对于学生的特点是十分了解的, 也许比我自己了解自己还清楚一些。 同时也可看到, 他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陈芳允在成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专家之后, 又成为两弹一星的工薰专家, 卫星测控专家。 许多年后, 叶启村先生遗传给他精神世界的科学救国基因再次发挥作用。 他瞄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准确地测量出我们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所处位置, 他坐不住了。 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 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 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 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 却是可能的。 于是他找到师兄王大衡, 之后又分别联系到大师兄王干昌、 杨家驰、 联名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 并附上他们沉甸甸的思考, 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封由王大衡执笔的信写道,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干昌、 陈芳允、杨家驰、 王大衡, 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发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 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 为此, 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现今我们签名成上, 尽肯查阅才多。 我们私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干昌和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驰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衡中国科学院科学部主任 王大衡敬上 1986年3月3日, 就在这封亲笔信送达中南海邓小平同志案头的当天,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就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他的巨大价值。 他当即批示道,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 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 提出意见, 以凭决策。 此事一速做出决断, 不可拖延。 邓小平 1986年3月5日, 中国863, 李明生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第61页,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863计划的由来。 它是寝举中国科技界的上帝之首。 随着它的实施与开展, 中国科技界横空出世, 极大的改变了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格局。 而这一切都照始于一封信, 信的起草者是四位元老级的科学家。 而这四位科学家均是叶企孙的学生, 或者说是他学生的学生。 不知是风云际会, 还是因缘巧合, 每每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总有先知般的政治家与科学家联手出现, 或力挽狂澜, 或一锤定音。 原子弹是这样造出来的, 氢弹是这样造出来的, 卫星是这样上天的。 而这些科学家中的领衔人物, 大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如今, 在中国改革大潮骤起之时, 还是叶企孙的学生们, 诱发起了与社会变革同步的新一轮的科学攻略。 863计划率先在生物、 航天、 信息、 激光、 自动化、 能源、 材料等领域, 获得革命性突破。 它的成果将成为中国改革不断向前的强大推动力。 仿佛是一场以事迹为时间单位的接力赛。 当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 就会发现, 在苍茫的历史深处, 有一双深情凝视的眼睛。 那些科学家们手中的接力棒, 就是从他的手里传下来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天, 陈方允看到叶启孙先生举举独行在他宿舍前的马路上。 当时陈方允正在自己的宿舍里, 从窗户里向外乍一望, 看到老师像梦一样飘然而过。 那么突兀, 他一瞬间愣住了, 连推窗呼叫恩师的时机也错过了, 更不消说跑下楼去追赶恩师。 这是恩师留给他的最后一面。 多年来, 陈方允一直处在悔恨和傲丧之中, 他一直为自己没有追下楼去向叶师问一声好追悔。 他说, 我至今心中常常觉得非常对不起叶师。